備受尊榮 是 貪狼對公是紫薇這一柱 在感情的追求上面 很重視的一件事情 好 大家好 貪狼星在夫妻宮 他如果方式畫會是什麼樣子 那要去注意對公什麼星藥 這一系列呢 我們來到貪狼星 如果對公是紫薇星的話 紫薇星呢 他有兩個四畫 紫薇在走韌的時候呢 會畫泉 走乙的時候會畫磕 那很好的是呢 紫薇在有四畫的時候呢 跟貪狼都沒有關係 不會有同時 兩顆星都有四畫出現 我的貪狼的慾望呢 會對應對公 他是什麼樣的情況 本命盤夫妻宮有一顆貪狼星 我對感情的慾望展現出來的 對面是舞曲 我就很務實的去追求我這個慾望 對面是連真呢 我的慾望很多的時候呢 我就希望我有更多的人際關係 從我的工作上 生活上面 學業上面呢 得到 很多感情的機會 然後去拓展我的人脈 也會去展現連真心啊 這種聰明啊 幽默機子 這樣的特質 貪狼星啊 在感情上啊 會講甜蜜語啊 會撩妹的啊 最高機率的就是這一柱 那我們要去注意的是 連真心呢 有沒有出現問題 如果說 很會撩妹 然後聰明 然後又反應快 然後慾望又很多 加上 煞激星進來 那個慾望控制不住 當然他就比較容易 花花束會跑來跑去這樣子 如果對面呢 是指揮星 貪狼在獨作的時候 單一顆星的時候啊 對面啊 只會有舞曲連真跟指揮 那如果他對面是指揮星呢 指揮我們講說 他是個皇帝 化氣為尊 他最主要的啊 整個特質就是啊 他是一個需要有面子 需要被人家尊重 需要被人家捧在手心裡面 這樣子的心理特質 貪狼對面如果是指揮 他在感情的慾望上面啊 就希望 人家可以把他捧在手心裡面 然後可以尊重他 給他有面子 我們常常看教學講說啊 要追 夫妻公是貪狼的女生 如果對公是舞曲的 直接給錢 逢年過節給紅包 越大包越好 如果是連真的呢 要讓很多人知道說 你有多愛他 過年過節啊 都要有各種各種花招 那如果是指揮呢 當然 他也希望 人家覺得 你很愛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感情的展現啊 要像皇帝一樣嘛 要覺得他是唯一的 然後是最棒的 然後是唯我獨尊的 這樣子 對受尊榮 是貪狼對公是指揮這一柱啊 在感情的追求上面啊 很重視的一件事情 他的感情追求啊 就是要希望讓自己得到 無限的尊榮感 在這樣子的大前提之下呢 你們就可以知道說啊 貪狼對面是指揮喔 會有這個組合 會有這個組合 那當然也有可能倒過來 貪狼在這邊 然後呢 紫維在這邊 傳說中貪狼心 好流連於酒色 然後呢 喜歡藏酒店 喜歡那個 跑芭樂長碩 然後喜歡啊 那個陰陰艷艷在身邊的 其實呢 其實只有這一組 其實只有這一組 那為什麼連貪這一組不會 老師你不是 上次講說連貪那組啊 他也有可能 當連貞在畫技的時候 也有可能在感情上會有出軌對不對 那你知道當然要想連貞其實是一個 重視人際關係的一個星耀 所以連貞星呢 他就算是劈腿 他會把你安撫得好好的 可是對公是紫維星的這一組呢 他就比較不適 因為他的感情中 他受到尊崇嘛 對不對 我就算是劈腿 你就是接受就好了啊 因為我是皇帝啊 正常的狀況比較難做到這件事情 只有什麼時候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你直接花錢去載酒店 你就可以做到這種事情 我們人生啊 很難出生在帝王家 成為王子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扎天下去變成王冬 他的原因是因為這樣 我希望展現讓我們有很多的尊榮感 當然我就硬核了 我去 會去尋找這樣的機會跟環境 那當然這個都要考慮到說 這個是本命盤嘛 那你有沒有機會去做這件事情 只是另外一件事 實際上 那個所謂的風流踩帳戈 貪狼加勤羊為風流踩帳戈 其實在這一組 才會算數 這一定是任年生啊 這邊會是羊 同工在這邊 這樣子才算數 因為他的那個慾望 不但有慾望 還拿著一把刀 趕往前衝 再加上他的環境 如果運線又給了他機會 才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否則 就沒有了 這個是貪狼跟對公是紫薇 這一組 大概 大概整體的情況 任年生 這邊會是一樣 這邊紫薇剛好會畫圈 所以我在感情上敢衝 而且展現出來是一個有權威跟有權勢的皇帝 當然就比較容易在情感上如果他又有機會 他條件又夠的話 他就很容易會有去循環作樂啦 或者說在感情上會有比較豐富啊 或比較多的機會 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看我就是有辦法周遊在好多人之間 這樣表示我很有權力 畫科呢 畫科就不一定 紫薇呢 在以年的時候呢 這邊有畫科 畫科叫做啊 看起來像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真的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辦公室裡面有一堆女人 可以在他旁邊跑來跑去 然後每次那個臉書打卡出來 他都跟一堆女人圍在一起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開心 這樣畫科 他不見得會如此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機會很多的時候 運線一走來 有殺技出現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有問題 那如果碰到的是連真的四畫呢 我在這邊連真畫路 我在情感上面呢 會有很多的 慾望跟想法 造成我在情感上會很浪漫的豐富 讓我可以在 外面啊 人家覺得說啊 我好像在感情上很吃得開 我也很懂得利用感情呢 展現我在外面啊 受到人家稱讚 然後受到人家羨慕 因為第一票是我女朋友 那他就會覺得很開心 只要這樣捧著他就好 貪狼 畫技的時候呢 他畫技的時候呢 他就是感情上 他會覺得有比較多的需求 然後比較多的期待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邊的組合如果貪狼畫技的話 叫做桃花範碎歌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貪狼心呢 因為紙已經是熟睡了 那水太多啊 桃花太多 桃花這麼多 你還缺 就是會對感情有過多的期待 他又希望人家要可以把他捧在手心裡面 那你除非是條件非常好 如果說你的那個 企業工長得不太好 運線走得不太好 不夠漂亮又不夠有錢 體力也不好 脾氣也不好 但是呢 你在感情上空襲末覺得冷 而且還有人家碰這裡 那當然這個人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男生又很容易 跑到那個去花錢這樣子 如果說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只會把它解釋成說 他在感情上啊 有很多的浪漫的期待 而這個浪漫期待呢 會展現在啊 人家要捧著他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這邊啊 這上面所有的啊 都去對應這個紫薇科 那即 對面的這個紫薇呢 跟前面那個鹿泉 有什麼不一樣 記的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因為他空缺 所以像你是鹿啦 或是拳的啊 基本在某個層面上面來講啊 這樣子的人呢 他只要得到足夠的一些尊崇 他就OK了 畫技的卻會變成是啊 你怎麼給都給的不太夠 他都會覺得你好像給的不夠 那當然 如果說 你自己是這樣子的盤的時候 你就要仔細想想說 在情感上面為什麼 為什麼他畫技 在夫妻公常會講說 感情不穩定啦 感情會有狀況 其實就是因為 也許你要的太多了 也許你在希望別人給予的同事 是不是 你也要自己想想看說 你有沒有辦法給予對方什麼東西 那這樣才能去平衡那個狀況 以上呢 這個是啊 貪狼心啊 如果他對公子威的時候 放了絲化進去 在夫妻公 本命還夫妻公 我們該要怎麼去看待自己的 這樣子的感情的問題 如果碰到這樣子的人 我們該怎麼追他跟搞定他 好 謝謝大家 現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